好,一文消息来看到玉里正公所在客家生活馆展出举行描绘生活的展览 那么展出总共有50幅的作品 作品大多是素描画 那么是以农业社会生活画面来表达客家人的刻苦耐劳 勤俭朴实的精神 那么展出的期间是1月5号到2月28号 玉里正公所也欢迎民众前往参观 玉里正公所在客家生活馆展出举行描绘生活展览 展出总共有50幅的作品 作品是素描画 大多以农业社会生活画面来表达客家人刻苦耐劳 勤俭朴实的精神 是自立的进度 也是经历这个表现 当我在维持 苗位 维持着 助劳的那一段时间 我从来的生活出过 其实是要外出 这节目 气味 发生的 因为我认为 最有效的 展览者蔡美惠说 民国104年 来玉里建山画室向陈忠然老师学习素描 刚开始觉得轮廓化的何满意 慢慢的发现色泽浓淡能拉出空间感 再过一段时间也体会到明暗光线 粗细质感的重要性与整体搭配的立体感 如果以后来做一个民族的作品 虽然物体还是民族的一个基础 可是因为进了大体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后院工作的温暖的画面 像这个就是的时候 像这个就是用造 来做一个生餐 以及我们王家的造型 其他人的 其他人物的画像 我们的立体 让我们感受很多 镇长说 在所有艺术当中 素描是最能培育出高深的绘画技术 也欢迎大家 即日起到2月28号共襄盛举 一同来欣赏素描之美 记者高松双玉里镇采访报道 过分之门 就会是更生销 Miss girl 应该是是大行 对 把练